好 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 先把它存起来好了 我刚刚呢 大家做了一些调整 你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是merge distance 是0的状态 所以它完全没有做任何合并的动作 这里有一个merge distance 就是在多少距离之内的光子会合并 那我后来呢 就把合并的距离设的大一点 就也太大了 0.1以后就变得快要没几个光子 所以呢我又把数值调小 数值 应该是数值我后来调了0.1 我忘记我原来调多少 我后来做了一些调整 它现在光子的范围大概是这样子 它的分布的一个形式大概是像现在这样子 然后rebuild photon map 我现在就不想要rebuild 我现在想要设这个 还是rebuild好了 merge distance 不行不行 我不要rebuild 我现在调它的radius radius我把它调成一个光子是这么大一颗 对 我们来看看它会变怎么样 曝光 我们用那个大陆的说法对曝光 对 所以呢这时候呢 你看这里是不是有个scale 对不对 scale可以调什么 调这个亮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个value value可以直接降到0.1 所以呢它的gi的亮度 然后就会降成原来十分之一大小 然后再来呢 你有没有看到它还是有noise 对不对 还是有杂点 你要怎么办 开gi的时候啊 其实有一个诀窍就是gi设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管它了 不要再管它了 就是直接弄fg就行了 去找fg在哪里啊 好 谢谢 所以这边呢 我们还是老样子就三百三三十 蛤 什么东西 就可以 你说怎么样 双开 对它可以 它就是要双开啊 因为你知道gi如果没有开fg的话 要把这些杂点消掉 参数就要调高 然后就要高到等到会想杀人 所以就算了 我们就 对对对 我们就直接fg打开来 对 就可以直接得到一个美好的结果 如果不美好 就 我就会先让大家操作 然后我去吃沙拉 对 对 我的速度应该会比原来快很多 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我那个 gimap我是用旧的嘛 对不对 我没有做review 这个review被我关掉了 然后fg map 现在review是第一次要做review 第二次就不用了 好像要很久对不对 那就直接画面还给你好了 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杂点几乎都没有了 你有注意到吗 蛤 对因为还没有算完 因为这是copper嘛 copper是它的那个表面是有点霧面的 所以它反射是要做一点模糊效果 那3D软体只要扯到模糊 这个字 就会变得超慢 所以你可以看到画面那个模糊的部分 它完全就是都没在鸟它的样子 其实它有啦 等一下它要做反锯齿 其实已经快跑完了 在我们两个归扯战的时候就已经快 耶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几乎杂点都没了 有没有注意到 对所以你要记得就是 Google illumination 参数射到一定程度就好了 然后final gala打开来 几乎就可以把它弄得干干净净 漂漂亮亮了 有没有还不错吧 对还蛮正点的 所以review的射off 射off以后呢 这final gala跟global illumination的效果 其实可以再把它设得再安一点 这final gala的scale 也把它改成点3好了 因为我觉得其实有点太亮了 好再算一张吧 这样应该就快很多了 因为我们都不要review的话 应该会不快 对ok好试试看咯 有没有你看这速度是不是快很多 em就啪就出来了 那我觉得进阶光的照明 其实这样就ok了 可是我现在主光的照明想要调亮一点 主光的话就回到原来的灯光的 area line attribute 它的intensity 我再把它加到两倍好了 点六 你看它算时间只剩下17秒 有没有 原来很恐怖耶 你看 两分钟 有没有 一分钟 两分钟 所以其实时间就差非常多了 这个可以再丢进去 再算一张 感觉上其实IPR打开来 应该一下子就弄完了 现在就是又不能开IPR 我觉得我这应该可以调到点9 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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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ok吗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就上吧 今天就 就交一个GI加FG好不好 好 对啊 他如果不交就算了 好不好 就是想 就是想